Hello 南方都市部的讀者 你们好 我是Aaron 郭富城 在《段网》里面我所演的卓家俊这个角色 其实他是一个电脑天才 电影的内容里面其实有说到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黑客 所以我就特意上去 一些网络的世界里面 去看看有没有一些片 关于黑客的 真的我找到一条片 是说一个黑客 也是一个很年轻的 一个电脑奇才 那我就去看看他如何去 如何运用电脑 打字的模式 如何打法 或者人的状态是如何 就再放在蔡家俊这个角色上面 因为在电影里面 我也需要很灵活地去 用到电盘 首先要塑造一个 对电脑很熟的人 今次我们就是一个 时装的去打 在《段网》这部电影的时间 就是街头运箭的打法 接近写实的去打法 找到我们的武术指导 其实他也是最热爱这个 类似街头搏斗的一件事 很真实的一个环境 去量度的一些招数出来 没有那么花巧 当然是一个很考验 因为我自己今次拍 有很多难度 还有危险动作 都是自己去做 因为我喜欢这个剧盘 希望可以塑造到一个 和大家很亲近的一个角色 如果大家看完本电影之后 又会回味这个角色的时间里面 又好像觉得它是一个 和大家很接近的一个 是一个网络的超级英雄 所以我觉得很多动作上 都希望自己能够可以 亲亲做回 如果简单来说 就是四个字 能文能武 要的 里面比较复杂的情节 除了一个说真的 比较人性化的一些 对家庭那种爱 在其他的部分里面 就会加入了很多一些 电脑特技的环节 当你进去一个 不同的空间里面 你要去呈现一个不同的状态 那我自己都要放点心机 或者再去思考 究竟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我应该要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是多特别和多好玩 譬如说我们去找资讯的时间里面 原来我真的是个人 进了这个世界里面 那个资讯就是 我潜放到很大的一个机关 好像现在那些年轻人 在那儿打电话 整件事是很新鲜和很新鸣 我自己有点点野心的 在电影里面去演绎一个 超级英雄 已经做过的 就是孙悟空 但是在时装电影来说 我好像是没做过 而是它的行业 就是一个电脑器材 电脑天才 靠用这个电脑里面 去破解一些坏人想做的东西 它的能力是可以去拯救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题材 还有我演绎这个角色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